我现在究竟有多少财产 至少是一米金钱 二十一 一米 这应该是一个普通人 一辈子也发过完钱 了解以后的生活 将完全改变 我会按照老爷的指示 帮你完成遗传的手续 而且老爷在海边 为你安排了一种 非常漂亮的别墅 我现在是有钱人了对吧 当然 但我可以买车吗 你要买什么车 欢迎 欢迎开开门 我叫这辆车 我们可以有更好的相机 我最近在追一个剧 主角开了就这辆车 超帅的 没错 OK 你的车质 不怎么样 这个车的样子很特别 今天很贵吧 安波基尼 四百万左右 要 挺早行的嘛 所以你们的车 有没有保险 没有 所以说你们得自己赔了 那不知道这个购价得多少 一定不少钱败 我们真的只是学生 没有多少钱 是我的错 不想当真 小姐号给我 听说他来 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 等定下著作再说办 现在见面 还藏错 另外 老爷虽然去世 但是也请夫人注意一下 周围人等 对于你以后的生活 有很多事要上 您有这么多钱 能考虑资深安慰才行 要找保调来把握 还有老爷生前参加了一些慈善活动 都用您来参加 我不去不行吗 对于陶德宁来帮我打理不行吗 那万一这些钱都泡汤了 也没关系 陶德宁喜欢赚钱吗 当然 赚钱是我执意的 那么就拜托陶德宁以后来帮我打理财产的事情吧 我会付给你相应的报酬 为了你失望的 我相信他看你的眼光 所以我相信 小姐对老爷的死 一点都不难过 爱情八十一岁了 正长寿了吧 对了小姐 现在小姐是非常感兴趣的话题中 最近有很多媒体 对你采访的影响 我不参加任何落连的活动 处理完积陈遗产的事情之后 我就回国生活了 哇 十一啊 你的房间也太干净了吧 下来 我说下来 好想一天花一晚 睡酒店的大床 你俩睡我的房间 我睡沙发上去 东西别乱碰 你俩快点加油 你俩睡觉就自摸爱他 我爱你快点加油 你俩睡觉就自摸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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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他 我爱他 我喜欢个子高的 然后呢 穿上一颗好看 脚子要帅 更新呢 不谈说话 还使劲性子 超级可爱的眼睛 你俩睡觉就自摸爱他 不然的话 我会一起睡她 做什么呢 失忆可帅了好不好 我给你准备的礼物 不用 就看一下嘛 我是不会穿的 哎呀 多买都买了 下吧 我是这个 因为这个是全国新了 这无两件 不自己花 你一件 我一件 你们好 我是雪姬 你好 我是失踪的太太秦思 你好 我是酸太太 滚冷 我是第一任太太的女儿 欢迎你 我叫丽莎 我们是二太太的孩子 我是大女儿雪莉 这是我弟弟科尼 三太大的儿子李哲 等一会儿就会过来 她并不是亲生的 那个 互相亲近的话 现在讲话太早了 你虽然是成年人 但是毕竟年纪还小 一下子要管理这么多医生 我们都觉得有些年纪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们可以帮你管理这些财产 我们不会做汉衣的事情 并且那个陶德 虽然一直为我们李家 把这财产有二手 但毕竟是个外人 你父亲这一去世 他要做什么 我们就不知道了 不行 这是我父亲的一场 你是爸爸的亲生女儿吗 我也不知道 我也是他去世了以后才出来 啊 过得好 他过得很好 一秒钟处理急程式 会留下很多麻烦的 这个 是我跟他的 笨诺 留给您四生女那么多钱 你就不想想办法 你怎么能手让人呢 我真的已经够过了 他已经到了 但是一下飞机又出去游玩了 我看他高兴了 都要飞起来了嘛 小姐 如果可以的话 请你还是跟我们回去吧 如果我跟你回去的话 我就不回来了 一个人出去逛 带保镖吗 哎 那个多麻烦呀 就是这么大事 我就是这么大事 你今天把我给你们 有点像美女 vlog 我还好 上班 你怎么过去 我 想起来 了 好像 你怎么过去 去医院 走 关于我的事情 你应该清楚一些吧 事只要一些 如果小姐放心 我会保密的 我 在外面 你抬头就看见 the first adult to disappear or at an accident then you will obtain the biggest share of in every day after all which is something not true 喂 曹达 有事吗 雪姬小姐想明天下午 跟你约一下时间 麻烦一下遗产记者的事 不在乎深深迷 你们确定杀掉的晒雪鸡吗 当然 那我再把照片给你吧 这可 这那么想得到钱 是吗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懂啊 你要干什么 你疯了 既然做出了选择 就应该好好忍受 你这么做是要付出代价的 好 你不说是吧 你不是很想让我死吗 就看这一次 你有没有这个幸运 杀掉我 那走的财产 怎么现在害怕了 既然你不敢 那我来吧 不要 不算了 对不起的是我犯人 我还是一直糊涂 我再也不敢了 所以以后好好生活吧 不要再来招惹我了 我发誓 我再也不招惹你了 我发誓 你以后再改动一点 蛮心思的话 我保证 你不会再像这次这么好运 出来吧 你跟着我做什么样 你到底是谁 你到底是谁 好 好 好